一段感情里面 如果只有一方复出的话 是不是走不远了 如果这是无人物命题 那我的回答是 是 如果前缀是你和魏天 那我的回答就是 不我 魏天这个人啊 他不会轻易动心的 但凡动心 就会长久 那他是你朋友 你肯定替他爱说话 要非得说 亲疏远近的话 我和你的关系 远胜于他吧 我为什么要骗你啊 有句老话 理解是 有什么话 问他吧 你可没认识 你干什么 你还没想到 也不能不收入生日礼物啊 我亲手做的 怎么回事啊 张辉是我在部队里的连长 有一次我们去山里拉链 遇上了山体滑坡 当时我们都被困在那儿 到了晚上 气温周家 我身体出现了失温症 一度昏迷 他把自己的外套托给我 还把我从山上背了下去 后来呢 好 后来 我在医院住了十几天 我们连长的妈妈 每天给我炖汤喝 后来我们连长退役了 在一家祈修店找到一份工作 退伍这些年 我总是邀请他来下海玩 他每次都拒绝 我知道 他是不想麻烦我 可就昨天 我们一身傲骨的连长 给我打电话哭得气不成声 我真的不能物动于衷 莎莎 我对不起 我失约了 但是 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 我依然还是会选择去医院 我错了 没提前给你发消息 你明天有空吗 明天下午我来接你 接我去哪儿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怎么不早说是爬山啊 我就不穿这双高跟鞋了 我逼你 不用 我自己走 上来吧 走了 你 天哥 要不你放我下来啊 你们两个现在像不像等你啊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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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